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列表中的最后一种列表 叫做定义列表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定义列表中有三个元素 分别叫DLDT和DD 那么这三个元素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那么在我们的定义列表中的DL DL它自然而然跟我们的什么呢 跟我们刚刚看到的ULOL 和这两个是匹配的 对吧 也说D它指的什么呢 指的是define define就是定义的意思 define 好那么L自然而然也是个list 所以说这样的话 可以认为一个定义 或者一个定义容器 我们也是应该用什么 DL把它包裹起来的 那包裹起来内容呢 因为它不再是表示是一种什么 一条一条数据了 而是一种什么 一种定义 那么定义大家知道 一般来说定义喜欢怎么写呢 一般的写法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要定义一个东西 叫我们说北京 那么肯定是什么呢 冒号 然后就说我们是中国的首都 对吧 所以说这样的话 你可能就是一个名词 究竟是什么样的解释 也说它的定义的标题和定义的内容 所以说这样的话 我们在DL里的容器中 应该包裹的是什么 应该是一对东西 对不对 那么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再定义成 我们的标签就是一个是DT DT的T是title的意思 它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的什么标题 定义的标题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DD DD是指的是什么 最后一个D 就是我们的定义的什么呢 内容 因为内容我们可以把它称为Data Data就是定义的内容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的什么 DL DT和DD 共同构成了我们什么 一个定义列表的一个组成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用一个例子来试验一下 好 还是在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要想写定义列表 首先先写的是DL 然后包裹 把我们的什么 每一个定义项包裹出来 每一个定义项都含有什么 我们的DT 然后和我们的什么DD 对不对 好 那么DT你首先先写DT DT的话一般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就写 北京 你冒号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换到下一行 写什么呢 DD DD DD就是内容 对不对 内容就是我们说 中国的首都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写完之后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默认样式 就是它默认装修风格是什么样 还是样 我们刷新一下 好 Country 我们刷新一下 你看 它是不是自动的会有一种什么 你看 标题 冒号的后面 是空 你看空出一个空白 对不对 然后告诉你是要什么 中国的首都 对不对 它有那么一种什么 有一种就是相当于名词解释的一种概念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 这种定义 这种定义其实只是一种什么 一种让我们感觉到后面是前面的一种解释的一种语意 在工作中 其实我们也不一定非要用这种 因为以后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标签 对吧 然后面又是个标签 你可以认为是两个标签 对不对 只是说我们非要把这两个标签当成一个整体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用什么定义列表 那么定义列表主要用在哪些地方 可能一个地方 大家给大家看一个 叫网易邮箱 大家看网易邮箱中注册 是不是经常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你看比如说我点这个 比如注册字母邮箱 你看邮件地址是不是跟这个应该是匹配的 就是邮件地址是什么呢 是这个部分 对不对 密码是什么呢 是这个部分 对不对 也就是说给我们感觉是什么 是后面的 其实是前面这个部分的一个什么解释 有种这种感觉 对不对 好我们看看网易邮箱是怎么这么做的 当然有些邮箱它其实并不是这么做 有些邮箱它就是把它作为标签和什么 和我们的后面要马上要讲到的什么 就是封表单的input input标签 好一样我们看还是点右键 我们选择检查 我们看一下 好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你看是不是典型 你看dt和dd 对不对 好你看一个dl包裹出一个什么定义 定义是什么呢 你看定义是不是就是邮件地址 邮件地址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dd 当然后面这个选项我们现在还没学到 那么等以后我们下几课学完之后 你也可以去尝试的去描述一下这个内容 对吧 所以说我们说关于定义列表这个部分 我们基本上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 然后大概的一种什么 一种解释型的这种语言表述感性理解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稍微再介绍一下 在我们的WebStorm中 像这种OL或者UR中在书写的时候 因为我们以后可能会经常要涉及到要书写这些内容 对不对 那么有没有可以更快速的写法 对不对 那么更快速写法 我这个地方给大家告诉一个快捷键 是这样的 它是你一级标题 后面加上一个大于符号 记住你现在什么时候都不要敲 什么都不要敲 然后后面跟的元素是什么 就是UL可以称之为它的负元素 对不对 然后它的下面下一级元素就称为子元素 子元素你就跟大于符号的后面 比如说LI 那LI比如说你看有三个 但假设我现在有十个或四个 或者多少个 那你就直接跟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要敲二十个 二十下 好 那我直接乘上二十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 然后我直接敲什么 敲table 大家看 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 它就会自动的把LI给你显示出来 就这样你可以提高你的一个什么 编写效率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 WebStore中的一个比较常用的一种快捷方式 然后最后我们再说一下 在UL和LI之间 这个UL和LI之间 其实我们不要再加什么其他标签了 也说我们什么 比如说这种表格的标题是什么 这个列表的什么内容 不要这么加 而如果说每一个选项中可能涉及到有图片 有内容 对不对 那么我们都应该在什么 在一条 在这一条中去加 这一条中去加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还是用那个 当当这个书来看 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中的是一本书 对吧 就这本书 假设这本书 好 我们的什么 UL和LI之间内部 你看它有没有什么标题那些的 你看比如说什么 经济学思维等等 或图片 或者这个价钱等等这些信息 有没有说在UL中展示出来 没有 而是在一条 你看一条内容 所以说我们的所有内容 都应该放到什么 LI和LI之间 之间这个位置上 看没有 包括你看这个R 其实也是在这写的 R也是在这写的 好 然后后面 那么这里面又是什么内容 比如说标题是什么样 或者链接是什么回事 然后给用户展示成什么什么文字 对不对 好 所以说这个 如果说大家之前学到A标签过后 你其实这个标签应该也是能读得懂的 对不对 我们来复习一下 你看 P标签是一个什么 段落 说明这是一段文字 对不对 一段语义 那这段语义中 因为它里面 你看 我们看这个上面 就是这个展示台的上面 是不是我在这个鼠标点的时候 它有一个背景 你看这个背景 是不是背景中实际上是一个什么链接 对不对 那这个链接 你看 是不是最终用一个A标签来描述 对不对 而A标签中的我们 那个什么 HREF 是不是就是我们最后用户点击过后 应该跳转的一个网页 对不对 同时它的目标是什么 下滑线black 是说明什么 说明是不是新开一个窗口 打开这个链接 对不对 然后title是不是跟我们讲 image标签是一样的 就是鼠标移上去过后 它应该会提示这样一个文字 对不对 比如你看我们鼠标移上去过后 好 当然这个地方它现在移上去过后 好 大家看 你看是不是已经提示了 对吧 让这段文字 让经济学回归常识 对不对 然后最后我们用户看到的这个标题是什么 是不是就后面这个A标签包裹的内容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学的这些标签 其实已经可以慢慢的去根据什么 我们现实的网页 然后去不断的去什么 去跟踪一些我们平时可能要用到的效果 或用到的内容 然后在这个地方加强我们的记忆